10幾輛消防車停在飯店門口 大批民眾全部擠在大廳 還有人來不及換衣服 直接穿著浴袍拖鞋 就從房間衝下來 台北市新區W Hotel 4號晚上發生火警 急訪跳電 導致電梯直接下墜 還有6個人受困在23樓 高樓層的電梯內動彈不得 住客甚至一度缺氧 實在嚇壞了 走下去它是會有那個 很像塑膠的味道 然後都煙 像我剛剛下下來 我就走樓梯下來了 要從27樓走 待了啦 事隔一天住客還是心有餘悸 寧願從飯店走27層樓下樓 也不敢再搭 事發在4號晚間10點多 飯店內疑似因為24樓電信機房 匯流盤燃燒冒出濃煙 燃燒面積將近一平方公尺 導致電梯動力盤故障 5座客梯 4座護梯無法使用 11人受困在內 幸好當天400多名住客沒有人受傷 臺電表示當天一切公便正常 但飯店也回應說當下有幫忙引導民眾疏散 不過W Hotel爆出機房跳電 電梯受困還卡在高樓 當下卻沒有其他備案 發生這樣的驚魂劑 業者目前除了之前 未來也強調會加強安全措施 維護住客安全 歡迎新聞李明威 葉雲娜洪錫雨 台北報導